好厲害啊 好像多春魚那麼多春啊 贏到 這個就是我們Kelvin Godd 我們的股票世界古專家 Kelvin Godd的特別叫我去 做了一個威水版 他說他自己做好像有點爬賊 所以他就自己命令我幫他做一個威水版 因為他連續講了很多隻股票 都是中的 都是中的 所以都是有息的 所以他說你威水版提提好啊 是不是呢 第一 918國能國際資產 這個股票出片日期是7月11日 5合1 1供3供股價3毫半 然後就是7月12日 收市價3毫6千6 9月9日的收市價4毫9千半 9月10日的最高價是5毫半 第二條多春魚就是 1867樂加斯控股 出片日期是8月22日 5公一 雖然比例不高 但是新主持 現在的五公一很靠落行 好像五公一很多都可以 新主持有75% 情況之下 五公一公股價2毫2千 結果新的大股東成功正手增持了 8月23日的收市價是2毫4 9月10日的收市價 最高價是4毫3 442海福德集團 出片日期是7月14日 本身是海航持有 然後就慘租陰乾 跌到7毫 然後債強市場放售 所以拿來的 7月14日都是收7毫子 8月25日收市是1個7毫3 最高價是2毫1 就是這樣 所以因為我們的世界股村的水平 我們一定要高度表揚 高度表揚 是的 他畢竟也是我們第一次的股票班 財技班 他是助教來的 沒有什麼心臟學生 但問題就是 我們這些很慚愧的 身為一些大師級的人 真正的大師級 好像我那些 學生比我還好 所以現在我也不太敢說股票 我身邊的人 譬如R君、Shervin、梅惠森、Kelvin Godd 這些世價股 世價股 世價股來說Kelvin Godd 都算是香港最好的 純粹 另外一些人跟梅惠森 很全面一些 財技 很全面 只是說世價股 Kelvin Godd是全香港最好的 就是沒有人能及的 包括我在內 我跟他相差是這樣 所以見到他這麼成功 我都很老壞大胃 沒錯 而且要特別去拍片 去表達一下 希望大家除了看大師的節目之外 都一定要點到Kelvin Godd的節目 最重要就是 光顧一下我們下午才見 沒錯 因為我們花了很多錢 每個月都不見十幾萬 所以還用了很多錢去做C case report 就是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中間結算 總之那個檢視中間結算系統 那些事情我們全部都做了 那是扔了幾十萬出來做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去支持我 那州財經 因為現在扔了這麼多錢出來 我們是零收入的 就算零收入不要緊 至少大家希望支持的話 我們都會覺得開心些 到一些工作人員去做的時候 都會做得比較熱心些 好 那就這樣先 好 多謝大家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好 多謝大家